今天是6月14号星期四 非凡抢先报看盘高手 哇 最近很多赛事 正式开打开梯 到底呢对于哪些是最抢眼的 我们跟我们的电竞王子 玉堂县来进电话连线 你好 铃铅各位投资朋友打完 是我们也看到了 哇 E3电玩展才打完 那今天又开梯的是氏足赛 那接下来包括了 生计医疗的相关的展览 还有杭泰展都在后面紧接不放 而今天的纺织股表现的是比较抢眼 好没有错 即使在六七月份 这个暑期的旺季 不仅刚刚谈到的这个电玩展 已经先行做起跑之下 大概今天开地的氏足赛 可能是全球最关注的 因为这个氏足赛 我相信从过去一些统计资料 可能也许在氏足赛期间 大家瞒着看足球的比赛 对于成交量 它可能会有一些萎收的影响 可能一些基金的经理人 可能对于股市上的操作 也许比较平淡 都在关心足球 当然一些氏足赛所带出来的概念 其实今天开始有点发酵 你看运动相关的是什么 纺织 尤其一些这种 我们讲比较一些 我们之前谈到的智慧的 这些衣材衣料的 你看像今天 一四六七的南尾 好像有点这种闻到氏足赛开梯的热度 今天一举公到厂停板 然后像最近有外资调升平等的 像是卢宏 甚至像是巨洋等等 虽然短线做休息 但是去观察 是不是氏足赛期间 相关的运动 甚至制协的这些 跟品牌球衣相关的这些公司 有机会成为市场上的焦点 因为毕竟氏足赛从六月十四 一路要提到七月十五 大概这一个月的时间 我相信全球不仅股市 相关的一些政经议题 围绕在市足赛 应该也会是相当浓厚 再来我们去看到什么 像是有国际的医疗涨 甚至像是航太长的一个部分 目前来看 我认为第一个 从生计涨的一个部分 可能它会有机会 让整个生计股 整个多头的一个活水 是比较 我觉得再去做一个聚焦 因为你看六月二十一到六月二十四 有国际的医疗展览会 七月十八到七月十二 是台湾的生计月 我觉得在应该是昨天吧 还是前天 我们还特别从生意族群 带各位去看 我说走几个面向 第一个 获利非常稳健的医彩股 我们之前谈到的太博也好 联合也好 人工关节的 这一块来讲 我觉得它算是在 整个生意族群当中 是能够缴出来比较获利稳定的EPS 更抢眼的一块应该是在什么 叫做保健医疗 然后延伸到什么 美容这一块 你看像是做这个益生菌相关的 所谓健康食品的大疆 葡萄网 其实你看 今年以来的一个走势 甚至是说在过去的获利的稳定性 绝对是有目共睹 然后除了这一块 所谓刚刚谈到的比较具备健康的以外 伊美的4137的利丰 这家公司我们从去年 然后追踪非常的久 你可以看到像是在这个利丰的股价 在过去以来 其实从去年以来 100是150我们谈到值记 股价已经大涨快一倍 那最后我们看到一个 在7月26到7月28 有个亚洲智慧城市长 我认为它所联动的还会牵涉到另外一个议题 就是5G 因为所谓我们谈到smart home smart city 它唯一能够贯穿这些 我们讲技术上的研发 不可或缺的一环 就是在什么 在5G的一个运用 所以在当中像是台湾在 不管像智慧城市 智慧家庭已经有切入的 你看像今年比较强势的一档网通有序 其实从5月份开始 在外资的买钞之下 股价已经从当时我们谈到的 这种铜板票面额10块钱 公道波段靠16块 然后再来在物联网 因为这个智慧城市跟这个物联网 绝对是息息相关的 一家也是真的是铜板股 在近期冒出头的3047的逊州 逊州在5月份就有7块6 你看在这个前天还一度公道票面额10块3 你看逊州的营收 它在5月的营收是创历史高 月增37% 年增60% 因为它做的不管像是Airbox 那个所谓叫做智慧的 这个叫做空气监控的 这个物联网的装置 甚至打入到这个智慧城市相关的 这个内签式的供应链当中 这一块其实也是反映到 这个未来在智慧城市的展览 所以在6、7月份 我们大概看得出来 连续性的不管在医疗 在航泰 在所谓的生计 到最后谈到的智慧城市长的部分 所带出来的相关议题 跟这些所谓的受惠股 我觉得在后续性 我们都会多加留意 好 所以非常感谢玉堂先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四 看盘高手 跟大家所做的掌握 感谢观看